想你分分秒秒 每个呼吸 每个心跳 念你只愿相见 不愿分离 记得我们有约 另外一个大选中 常被讨论的话题是 宋楚瑜真的会选到底吗 今天宋楚瑜表示 她预告她的联署 即将要超过25万的门槛 只要过了这个门槛 她一定会选到底 也就是说明年这场 总统大选几乎可以确定 是三组候选人之间的争夺 而宋楚瑜今天火力全开 批评马英九跟蔡英文 现在炒作和平协议 是一个假议题 另外话风一转 她也暗奉在今天公开停马的 前高雄县长杨秋心 是个正坛的假大咖 站在哪里 好 但边看不到 把握被麦克风促有机会 宋楚瑜为自己创造舞台 但在力挺的杨秋心宣誓停马 宋楚瑜出手降低杀伤力 又来了 又来了 我上次在谈重要的教育政策的时候 国民党就用这样的话 去转移我的焦点 搞一些假的大咖 来跟大家说 哎呀 是大咖来决定 暗奉杨秋心是假大咖 影响率有多少 谁知道 宋楚瑜真正的对手 最近热炒和平协议话题 宋楚瑜吐槽 根本是个假议题 请问 马总统 您能够让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的名义 跟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先生来签这个约吗 可能吗 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到底谁在参选总统 是金浮冲先生在参选吗 马总统去背书吗 再听金马体制 全责不轻 宋楚瑜接受媒体专访 首度宣誓参选到底 我只要过了门槛 我会参选 而且会参选到底 接近破的 还差多少 总统大选这一仗 宋楚瑜玩到底 火花四射 薄板面 绝不缺席 中央新闻 黄明师在台北采访不到